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告诉大家 你要发起菩提心 要不断地做立生事业 立他事业 使自己的菩提心不停地增长 这个是未发的要通过大悲发 一发的要让它增长 就不停地做立他事业 有的人也问我 老师 我们销了那么多业 每次的忏悔也好 做法会也好 那么我们的业还没销完吗 他说 这什么时候我们才不用销业 你们说什么时间不用销了 你成佛了就不用了 攻得圆满了就不用了 他说 我们有做那么多坏事吗 你这辈子做的坏事都还没销完呢 在你的深层还有很多在望外冒了 何况你无始节的生死轮回 生生世世 你可能某一事你根本就从来没清理过自己 那个事就专做恶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众生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修善 所做全是恶 那你可能生生世世很多事都是干这样的事的 那一事的恶都没销了 那你这样的无始节的业障多少 所以自己要知道 要立他事也不能够疲倦 使自己的这个菩提心不停地增长 直至自己真的有一天发现 所做的节都做完了 叫所做一做 跟自己有缘的事情都了了 那个时候你就该成佛去了 所以释迦牟尼是最后度尽了最后的一个弟子 在他那一世应该度的一个弟子 那么他才走了 否则他还是不能走 他还在等他